如果我是蔡英文總統 我怎麼可能容許 我下面的行政院長 去做這樣的事情 一直往自己臉上貼金 好像蘇貞昌 才是要競選總統的感覺 他有跟他一起衝衝衝 你一直去宣傳自己幹什麼 你是想要幹嘛 其實他不是只有100天有做 他50天就拍一支影片 告訴大家做多少事情 他多扯 他還講說 他簽署了太空總署的計畫 太空總署 太空總署一個規劃案 他簽署了 這也變成他一個政績 沒有 探黑洞 所以黑洞也發了政績 黑洞是他政績 這太誇張 這個太空總署計畫 這前任院長的規劃 他簽個名就變成他的政績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長期觀察蘇貞昌 因為去年選舉的時候 他是選新北市長 我選新北市議員 我幫他歸納出 他這個人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他很喜歡收割 譬如說他收割有很多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收割對手 比如說他以前就攻擊新北 他就講說 他以前在當台北縣長的時候 推動萬里蟹 實際上萬里蟹是朱立倫推動的 他還收割同黨前輩 比如說有一個新版特區 他說他規劃新版特區 但是新版特區是郵親規劃的 我們那時候就攻擊他說 你怎麼收割郵親的規劃案 郵親還幫他出來緩加 說大家都有努力 郵親也三條線 可是還是幫他講話 可是蘇貞昌是怎麼對待郵親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郵親的回憶錄裡面 郵親說本來 郵親卸任換蘇貞昌 卸任的縣長可以在三個月 再搬出官邸 可是蘇貞昌就跟他說 你趕快搬 因為我的女兒要在官邸 辦聖誕晚會 結果就叫他趕快搬 郵親彼此摸一摸就搬走了 可是他 是郵親自己寫的 郵親的回憶錄 對 然後後來郵親就經過了那個官邸 看到整個都是黑的 代表說蘇小慧 還是他另外一個女兒 並沒有在裡面辦夜誕晚會 可是就用這個藉口 把蘇貞昌趕出去 所以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到 蘇貞昌的薄情寡恩 然後第二個蘇貞昌 他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很喜歡打臉同黨同志 比如說他現在就批評韓國瑜 說你怎麼沒有出席院會 結果陳菊發現自己的臉變得很腫 他批評韓國瑜說 你怎麼跑去選總統 結果打臉 這個是打臉自己 這是他第三項特質 我等一下再講 還有就是他以前 批評新北市政府 沒有針對失業勞工的子女 的就業補助比較公教人員 他就批評新北市政府不照顧勞工 結果我們發現 賴清德也沒有 陳菊也沒有 所以陳菊的臉被蘇貞昌 打了很多次 好 然後再來 蘇貞昌也很喜歡打臉自己 我覺得最誇張的就是 有一次他在選舉的時候 他拍一支短片 跑到沙倫海水浴場的旁邊 如果上任後 我會讓這沙倫海水浴場 變成情人散步的步道 結果我們去查資料 發現沙倫海水浴場是他關閉的 結果他關閉沙倫海水浴場 然後自己說要把它驗成步調 然後他說他從政30年來 通通絕對堅持反核 結果他在當行政院長 2006年的時候 編了核四預算448億 這非常非常多類似的例子 還有他說他在批評侯友宜 他說侯友宜 你看你的位置 以前都是別人給你的 他說我的位置都是民選的 結果你不是當台北縣長 一半落跑去當總統秘書長 這個位置誰給的 民選的嗎 阿扁給你的 現在他輸了侯友宜29萬票 結果敗選者聯盟 現在變成行政院院長 然後今天每天還敢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說實際上 還有一件事情 他一直認為自己規劃北大特區 覺得自己很厲害 你看北大特區有規劃多好 實際上他那時候 因為那個地飆受不出去 然後他大量的提高容積獎勵 然後蓋了非常多高的大廈 北大特區本來是一個仿造國外大學成 一個低密度開發社區 為什麼 因為想要怕促進的公共設施不夠 結果他因為大幅的放寬容積 幹什麼高的大廈 人口大量移入 學校不夠